我死后第五年 沈渊带着我的亲弟弟来给我扫墓 正当我想要好好看看沈渊的时候 弟弟握住了沈渊的手 沈渊顿了顿将她的手反握住 她望着我的遗照 眼底藏着泪光 声音嘶哑淡漠 顾言 我和小兰要结婚了顾兰紧紧握住她的胳膊 盯着我的索眠之处说 哥哥 我们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正文开始 我死的时候小兰还在上初中 那时候她高兴我找了女朋友 总是围绕在沈渊身边亲热地喊她嫂嫂 缠着她跟她一起打王者荣耀 晚上入睡的时候 我替她关掉灯 听到她在床上低难 哥哥 我好羡慕你啊 可是那时候的我从没想过 小兰对沈渊会是这样的感情 墓园里一片寂静 沈渊像往常一样在我墓前站了很久 天色渐渐变暗 小兰有些不耐烦了扯了扯她衣袖 姐姐 我们走吧 太晚了 我害怕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她看着照片中的我 也是一样 就这样静默地站了很久 她突然发笑 因为她在心里对我说 顾妍 你恨我吗 你恨不恨我 我和小兰在一起 你会不会心痛 心痛的话 就起来骂我吧 你回来 好不好 这样说着她便低垂下眼眸笑着哭 你要有这个本事就好了 顾妍上前将她搂住问她 姐姐 你在说什么 沈渊有些无力地靠在她怀中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跟着沈渊回了家 这是我第一次跟上她 从我死的那一刻起 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 不要再出现在她的生活 不要让她记得我 不要让她念着我 甚至 不要再出现在她的梦中 我永远都忘不掉 在自己车祸后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时 她在我身边撕心裂肺的哭声 顾妍 骗子 你这个骗子 你说过 会陪我一辈子的 你醒醒 我求求你醒醒 她抱着我无助地坐在大陆中央 我沉重地躺在她怀中 鲜血流尽 身体渐渐冰冷 她的哭声贯彻山谷 穿透了整个高速公路 那时候竟然怕看她 我的灵魂像个逃兵一样的逃离了现场 躲在了树后 我不敢相信我就这样离开了她 我给了她这世界上最无法释怀的残酷 沈渐回到了我们曾经一起租住的公寓 她问亲戚朋友借钱买下了这间公寓 她说 我怕她找不到我 可这地方自我死后一次都没来过 她回到家神情疲惫又淡漠 曾经她不是这样 她很活泼 精力旺盛 每天总是在笑 笑点很多 只要她在身旁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欢乐 可如今的她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连眼神都麻木空洞 她走到阳台 摇摇晃晃跌坐在椅子上眼着脸哭 哭完后 她将眼泪擦前进 抬起头仰望着月亮 向她许愿道 求求了 今天让我梦到她 好吗 一次就好 哪怕 一次呢 她掐住自己的胳膊 咬牙强行将泪水堵在眼眶中 不准他们流出 这时候停好车上楼的固兰回来了 她轻轻走到沈渊身旁将她揽入怀中 用大手扣住她的头 让她靠在自己的胸口 就像我抱她那样 姐姐 别哭 顾兰紧紧将她拥抱柔生的安抚 然后捧住她的脸颊 目光真挚又渴望 姐姐 忘了她 好不好 你答应过我 沈渊握住她的手 目光里总算有了几分温度 温柔的嗨了一声 我会忘了她一忘吗 顾兰满意地捧上了她的脸颊 我没有敢多停留 在顾兰吻上她的那一刻仓皇而逃 可是我没有走 我没出息地蹲在小区的花丛中 独自一个人失落 我实在给不了她们想要的祝福 我做不到 就这样不知道蹲了多久 好几天了吧 眼前突然出现一只小猫 是我们之前喂的那只大胖菊的孩子 大胖菊跟在她身后 似乎能看到我 冲着我喵喵叫 她能看到我 死后这么久 第一次被这样看到 我很激动 胖菊 你能看到我 对吗 大胖菊眯了眯眼睛 冲着我身边树干侧 一副撒娇的模样 我伸出手想摸摸她的头 手却从她的脑袋上传过 她似乎也有些悲伤地喵了一声 哎 胖菊 你怎么在这啊 沈渊拿着猫粮走上前摸了摸她的头 我找了你好久 怎么跑到这边了 你的窝不在这 她一边说一边打开猫粮 拿了个猫碗把猫粮倒出 胖菊的孩子已经跑过去吃了 可是胖菊没有动 她仍旧仰头看着我冲我撒娇 沈渊好奇 她为什么没有动 于是走过来靠近我 朝着胖菊看的方向 看向了我的面孔 你在看什么 有什么东西吗 她很专注地看着 那张曾几何时 吻过千万次的娇好面容 就在我的眼前 我却无可触碰 我强忍着苦楚 不让自己出声 虽然她根本听不到 可是我一点点也不想流露出我的痛苦 可是沈渊突然梦住 她好像感知到了什么 盯着我 盯着大菊一直紧盯的方向 我的眼睛 她什么都看不到 有些失落又有些自嘲 怎么可能 她根本不想见我 我在她面前疯狂地摇头 告诉她不是 不是的 沈渊我想你想疯了 我每天都想回到你身旁 可是我做不到 沈渊深深叹了口气 将眼泪憋回眼眶 她一路往回走 一边走一边说 讨厌我恨我都行 反正我不爱你了 我的脚不停住 本来没有心脏去那么痛 我失魂落魄地往外走 路过菜市场看到了顾兰在那 她从来不买菜也不做饭 最喜欢吃外卖了 每次我做饭她都不想吃 可如今她也学会了自己做 是为了沈渊吧 我苦涩地笑了笑 转头想走 却听到她问菜市场的大妈 我哥以前也常来嘛 菜市场的大妈 听她提到我立刻道 来 常来的 几乎每天都会来我这里 一大清早的 跑完步 就买了菜回去给你嫂嫂做便当 你嫂嫂每天出门 都是一脸幸福 快要把我们小区的女人们 都羡慕死了 说着菜市场大妈问道 对了 好几年没见她了 是不是搬走了 过来摇摇头没有说话 她垂着头静默地往回走 一边走一边在嘴里 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沈渊 我回来了 今天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不 我哥不会这么说话 他应该会说 沈渊 猜我今天给你做什么 他努力地练习着 打开手机 对着屏幕里自己的倒影 练习笑容 每次练错都在皱眉头 都会说 不 我哥不会这么笑 紧接着他又重新扯开一个笑容 学着我的模样 眼睛里满是温柔 笑着笑着 她的眼神落寞自嘲地笑 她握紧手机 将眼角的泪水抹掉 你好悲哀啊 顾兰 她自言自语地说着 提起买好的菜回到了家中 我还是跟上网 顾兰回到家的时候 沈渊正在阳台上 试弄我留下的那些花 我走的这几年 这些花被她养得很好 我死去的第三年 她还带着其中一只玉京香来看我 她擦着我墓碑上的尘土说 你的那些花都很好 这一朵 是她见不到光 快要枯萎了 实在就不活 我就想着 带她来看你吧 她把花放在我的墓碑前 盯着快要枯萎的花朵 泪水滴落 可是顾兰 你知道吗 我也像她一样 我的光没了 我快要枯萎了 你要能回来该多好 她把眼泪擦浅 苦涩地笑 我知道 你回不来了 我不等了 她们大概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吧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是她呢 为什么一定要是顾兰 沈渊 猜我今天给你做什么 听到顾兰这么问她 沈渊有一瞬间的恍惚 因为我很喜欢这样问她 几乎是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下午 我都会从菜市场回来 把菜藏在身后问 猜我今天做什么 沈渊在花盆前愣住吃缓地回头 夕阳正好 她看不清顾兰的面孔 只能看到一个与我相差无几的轮廓 她很惊讶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向顾兰 她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 竟然问道 顾兰 是你吗 你回来了 顾兰特意模仿我的微笑 将在了脸上 虽然这就是她想要达到的效果 她就是在努力地变得像我 可当沈渊真把她当成我的时候 她的眼神肉眼可见地受伤 张了张嘴巴却没能说出话 沈渊扑进了她的怀中泪如雨下 顾兰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地丢下我 你怎么一直不回来啊 我每天都在等 每天都在等 她拥抱着顾兰放声地哭 一看就是隐忍了很久 等过很久 顾兰手中的菜掉在地上把她惊醒 她如梦初醒看清了眼前人的面庞 不是我 她惊讶地后退了几步回头看着四周 才反应过来 不是梦 顾兰的脸色很难看 但是她努力地隐忍的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她把地上的菜捡起来走进厨房 若无其事地说道 今天做糖醋排骨沈渊弄在原地站了很久 顾兰 我们分手吧 顾兰假装没有听到 低着头在厨房忙碌 顾兰 顾兰仍旧假装听不到 可是翟菜的手已经在发抖 顾兰 我在跟你说话 我们分手 顾兰打断了她 对了 刚才那个写真天的老板给我打电话 让我们这两天定个时间过去拍婚纱照 你想要的那个婚纱我已经买下了 她说让我们抽空回家一趟 她想见你了 你总不接她电话 她不断地在说着这些生活中无关紧要的诉误 一打断沈渊不让她说话 我还爱你哥 我忘不掉说完那句话 沈渊就走了 她把顾兰一个人放在那 自己去了闺蜜家借宿 闺蜜杨乐看着她 一直观察 问道 吵架了 沈渊轻笑 顾兰怎么会跟我吵架 她又不是她哥 她回忆着低下的头很难过 她才不会像顾兰那样气我杨乐叹息 那怎么你看上去好像更像那个灰气的呢 沈渊抹着眼泪打开一瓶酒灌了一口 杨乐抓住酒瓶阻挠道 别喝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偷偷地酗酒 身体都要喝垮了 不为自己想 难道就不能为叔叔阿姨着想 他们看你这样多难受 你以为我想喝吗 沈渊的手颤抖 那是酗酒过度留下的后遗症 我不想清醒 只要醒着 我就会想到她 想到我们以前的过往 想到她死在我怀中的时候 满脸是血的模样 乐乐 你碰过死人吗 原来 人的身体真的会失去所有温度 变得像石头一样 杨乐不忍心看她这样坐过去安抚 好了 都过去了 别再想了 你不是都要和她弟弟结婚了吗 我看你很喜欢她沈渊冷笑 笑得自嘲 是啊 我也以为我喜欢她 我以为 我终于可以走出来了 说着她痛苦地低下了头 可是到今天我才知道 我喜欢的 是她身上和顾炎一模一样的味道 是她和顾炎如出一折的微笑 是她像沉言一样 买菜 做饭的模样 是她做的糖醋排骨 你知道吗 她做的糖醋排骨 竟然和她哥哥做的 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沈渊哭了 我的爱 从来没有变过 我爱的是顾炎 我从来没有忘过她 我 一直都在把顾兰 当成她哥哥光当 杨乐那没有关上的客厅门外面 顾炎手里的车钥匙跌落 发出了声响 她的手指不住的颤抖 连通嘴唇也在一起抖 在颤抖中眼眶里有泪水被堵落 紧接着便如绝地的洪流一般流淌 沈渊发现了她 猛然愣住 她刚才说的她都听到了全部 顾兰 她惊呼了一声 顾兰转身便跑 沈渊忙从沙发上起身去追顾兰 外头电闪雷鸣 顾兰跑进雨中 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她害怕沈渊追上 她没有办法接受 只想逃 顾兰 你给我站住 顾兰彭扶听不到 还是在一路往前跑 就在这时候 远处的雨雾中 忽然冲出来一辆大卡车 按着喇叭嗡鸣 顾兰如梦初醒 卡车已经在眼前了 顾兰 不要 砰 再一次发生了 那一刻 彭扶整个世界都静默 沈渊愣愣在雨中 冰冷的雨水打在她的脸上 将她整个身体都浸成冰冷 她的时空忽然像电影一样 闪回到了五年前的那的晚上 他们在高速公路 车没有了油 沈渊一直在抱怨 我没有把油加好就出门了 我无奈地一边安抚她 一边打电话 可偏偏在山区高速手机 都没有信号 沈渊那天的情绪很暴躁 生气拎起包就走 我忙上前拉住她 别闹 这里是山村公路 不是普通的高速 这里有很多车都在乱站岛 根本不遵守交通规则 你这样会被撞到沈渊在闹情绪 不高兴地甩开我的手 我不用你管我 我就是被撞死了 也怪你 让你忘记加油 别闹了 好不好 我伸手去抓她 可她为了躲避我 竟然侧身跑进了身旁的车道 就在这时候 远处一辆超速的车冲向了她 一直在鸣喇叭 我当时想都没想 就把她推到了一旁 在她倒下的那一刻 我还在想她会不会摔疼 可是还没来得及过去问问 我的视线就已经模糊 剧烈的疼痛 在半秒之内转化成了麻木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就那样告别了我的人生 沈渊愣在那 她看着大雨中 卡车上的人下车惊叫 拨打急救电话 她看着顾兰倒在那 倒下的模样 像极了当初的我 她看着鲜红的血液 从顾兰的头上不断流出 净红了面孔 不要 她站在原地摇着头 嘴里不断呼喊着 不要 过来要死了 白无常来到我身旁 她手里拿着生死布 她是来收人的 不 不要我摇头抓住了她的胳膊 沈渊不能再受刺激了 同样的事情 两次发生在她的身上 她会受不了 她会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她也会死的 白无常呵呵一笑 所以呢 她的眼神很冷漠 神明就是这样 何况是死神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啊 白无常回答得很轻松 你来替她 我不明白 她在说什么 白无常笑了笑 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投生的机会了 如果你放弃的话 我可以把你下辈子的份额 加在固兰的身上 这样 她就不用死了 你想这样 我沉默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如 我们来让她选吧 白无常发出戏谑的笑 直了直倒在雨中的沈渊 看她会选择你 还是她说 拨着 白无常带着我来到固兰的身前 你可以短暂的附身在她身上 成为她 回到她身旁 这段时间里 你就祈求她把你留下 只要她想把你留下 这副身体 就是你的了 至于固兰嘛 你们不用管她 又或者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固兰很快就会来见你了 你们兄弟俩好好说说话 看着倒在地上的沈渊 我立刻做了决定 我听你的 我看着白无常又一次的重复 就按你说的做 我想见她 哪怕是短暂的 哪怕她最后根本没有选择我 我还是想见她 我想再给她做一顿糖醋排骨 再看一次她的睡容 有可能的话 我想再一次看到她的笑 固兰被拉到医院抢救 爸妈听到消息赶到医院 看到沈渊在走廊 母亲上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 爸 你这个扫把星 你能不能放过我们家 父亲上去阻拦 母亲将她抱在怀中 母亲这些年已经变得苍老 明明才五十岁 看上去却已经快要七十岁一样的白发苍苍 她脸上都是褶皱 眼睛暗淡无光 可是看着沈渊的时候 她满眼都是愤恨和怒火 我已经因为你失去了一个儿子 为什么 你连小兰都不肯放过啊 妈 我错了沈渊低着头 别叫我妈 你凭什么叫我妈 母亲反感地打断她 冲她催了一口 沈渊叫她妈妈是因为 当年我们已然谈婚论嫁 我告诉母亲这辈子就是她了 沈渊是我认定的老婆 母亲也很喜欢她 觉得她长得漂亮乖巧 早早给她包了的大红包让她改口 以前我们经常一起回家 还没结婚就已经像新婚夫妻一样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母亲因为我的死和她反目成仇 如果顾兰再发生什么 她会恨死她的 沈渊已经很自责了 当年我出车祸 沈渊就认为是自己的错 她长达一年都不曾开口说话 那一年她过得如同地狱一样水深火热 每天睡不着觉酗酒 可是这一点也没能减轻她的痛苦 于是她开始自残了 我曾经偷偷看过她 眼看着她拿着刀子 一下一下地滑在自己的胳膊上 眼看着鲜血浸染了她 看着她痛苦地想要结束 可是没有一点办法 妈 对不起 我先走了 不让你心烦沈渊捡起地上 被母亲打落的包 失魂落魄地走上了顶楼 你要干什么 我感到了一丝不寻常 大声地问她 可她什么都听不到 她痴痴地走到边缘 望着脚下的空旷 喃喃自语道 我是扫把星 顾妍 我是个扫把星 我已经害死你了 难道我还要害死顾兰吗 我不想活了 太难受了 我真的 我才是那个最该死的 沈渊痛苦地蹲下 将脸掩埋在膝盖上 肩膀微微耸动 我着急地跑回病房 白无常正在那 考虑好了 开始把白无常不紧不慢 你确定 如果你失败了 可是要下地狱的 少废话 我朝她怒吼 白无常轻轻一笑 伸出手将我一推 我倒在了病床上 倒进了顾兰的身体上 再次醒来在病房 母亲守在身旁 看到我睁开眼睛后 母亲热泪盈眶 阿兰 你醒了 痛不痛 我来不及好好看看她 便一把抓住她的手 迫切得到 妈 沈渊 快去顶楼 刚刚在固兰身体中醒来 我说话很僵硬 但是我的眼神很迫切 我不断地挣扎 想要起来 母亲害怕我伤到自个儿 忙将我按下 好好 你别怕 我这就去找她 说完她就喊我爸 老顾 你快去顶楼看看沈渊 是不是在哪 父亲应声跑去了顶楼 听他们后来说 父亲去的时候 沈渊正准备跳下 父亲在她身后大喊 沈渊 阿兰行了 她要见你 沈渊本来没打算回头 可是父亲跪着求她 孩子 听话 小兰没了你 她会死的 沈渊的脚步止住了 小兰没了 她会死的 她好像找到了一个 不能离开的理由 大概五分钟后 沈渊就从顶楼下来了 她跑到我身旁 伸手抚摸我的脸颊 顾兰 你怎么样 我来了 我在这 她深情地凝望着顾兰 尽管此刻 在顾兰体内的人是我 可她并不知道 她眼中的感情 是给顾兰的 我闭上眼泪水 从眼角滑落 却因为打着石膏 没办法去擦 沈渊伸出手 温柔地帮我 把眼泪擦掉 对不起 我错了 求求你忘了那些话 那都是假的 我 我虽然忘不掉她 但是 我并不是对你 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是喜欢你的 我知道她是为了安慰 才对顾兰说出这些话 她也不会想到 听到这些话的人是我 尽管我不断地骗自己 这些话是她用来安慰的 可她眼里的害怕和温柔 却不是假的 她爱上她了 只是我们的过去太惨痛 她放不下 我强忍着心痛 冲她微笑点了点头道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的 沈渊听我这么说后 长说了一大口气 终于不再自责 她甚至有点后悔 自己去了顶谋 欠疚的低谋 对不起 阿兰 我对你太坏了 我 太辜负你了 说着她坚定了目光看向我 我们重新开始吧 这些话要被顾兰听到 她一定会很高兴吧 可我却像被宣判了死刑 如梗在喉 我闭上眼将眼泪 藏在矿中轻轻点头 好沈渊得到了母亲的原谅 母亲也看出来 如果她不想失去小兰 就必须接受沈渊 但她看沈渊的神情 还是冷漠 我只是暂时同意你来照顾她 可如果 小兰再发生什么 沈渊打断她诚恳道 妈 您放心吧 再也不会了 我会和阿兰好好的 我保证 以后一定不再让她难过 父亲叹了口气 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孩子 你也要对自己好啊 阿严虽然去了 但那不是你的错 她也不会怪你的 我相信 她在九泉之下 也希望你过得好 而不是看你像那天那样犯傻 沈渊感动的红了眼眶点头 谢谢爸 我知道 我再也不会干傻事了 我会和阿兰好好的 沈渊坚行了自己的沉默 她好像做了决定 要把过去放下 要把我忘掉 以前做不到 可是经历过这一次的车祸 她懂得了害怕 她似乎发现 自己再也不能失去 另一个这样爱她的人了 我为她感到高兴 却不知道为什么 心头总是在苦涩 总是在心痛 眼泪总是说掉就掉 怎么又哭了 沈渊走进病房 伸手温柔地为我将眼泪擦掉 我握住她的手 久违地感受到了那片温热 周围的一切都好陌生 空气触及在皮肤上 带来一种轻轻的麻痒 我嗅着她头发洗发水的味道 一切就好像往常 就好像以前每个早上 我醒来拥抱她时一样 怎么不说话 沈渊的声音很轻柔 庞佛害怕一出声就把我碰碎掉 我摇摇头说没事嘛 我看向窗外 这个时节 紫罗兰应该开了沈渊惊喜道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今天早上 那盆紫罗兰开了说着 她眼神落寞 也看向窗外的天空 喃喃道 自从你哥走后 那盆花就再也没开过 她笑了笑脸上流露出幸福 可是今天她开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也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我心中一痛 明知道她这话是意味着什么 却还是只能点头 是啊 你能重新开始生活 她握住我的手目光坚定 阿兰 我们结婚吧 我低谋反握住她的手低头 好经过医院的住院治疗 过兰的身体恢复如初 白无常已经答应了这副身体能活 她自然是能被治好 虚惊异常 亲戚朋友们都送上了祝福 看我完好恢复 母亲也终于原谅了沈渊 给她包了一个红包 妈沈渊接过红包 改口管她叫妈 母亲看不出情绪 只是低头 看来你注定要做我家媳妇 她这话一出 大家都想到了 纷纷沉默 我握住沈渊的手 学着弟弟的模样 明朗地笑 妈 我们会幸福 母亲听到我这么说 抬起头看我 我竟从她的眼神中 看出了一点疑惑 没错 在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自己孩子的 永远是母亲 她大约从我语气的细微之处 听出了什么 可站在她眼前的是她的小儿子 人通常都会更相信眼睛 她有些失落的低头 轻轻点头 握住我的手拍了拍 阿兰 好好的 妈妈已经失去了你哥 不能再没有你了 我微微一正凝住 忽然想到是啊 我是她的儿子 我又怎么能够剥夺 她另一个儿子的生命 她对我们的爱都一样 那太残酷 晚上我和沈渊回到家 她把固兰的东西 都搬到了自己的卧房 原本他们是分开睡的 可现在看上去 她打算和她一起住了 我坐在沙发上 有些局促 沈渊收拾好走出来 拉过我的手 阿兰 床铺好了 去洗澡吧 我给你煮点粥 我点点头 却没有去洗澡 而是坐在沙发上 看着她在厨房忙碌 其实她很少进厨房 我活着的时候 都是我在煮 她是个小猪 只会躺在沙发上 现在的她 同样不会下厨 看着她手忙脚乱的模样 我有点无奈地倾笑 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锅 我来把我耐心地告诉她 那是粥的话 你要这么多 还可以加点别的料 比如红豆 你可以多煮红豆 红豆一米的话 对你的身体好 可以利尿 还可以减肥哦 我把东西搭配好 拧开水龙头 沈渊站在我的身后不说话 我回头 怎么了 沈渊愣愣在那 看我的神情很恍惚 看清我的脸后 她才如梦初醒地说道 没事吗 我忽然觉得 方才自己教她的那个模样 太像我自己了 不管是神情语气 还是说话的内容 于是我有点慌张 沈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 从身后将我搂住说道 阿兰 你别难过 我是忘不掉你哥 但是以后我不会再把你当做他 别多想 好吗 我心口一通拧住了眉头 却很快调整表情 从她温和地笑了笑 嗯 我知道周好了 她吃了我煮的周 很是惊讶 因为依然是与我一模一样的味道 但是她不敢再想起我 把眼中的悲伤和惊喜也掉 笑着对我说 阿兰 你煮的周真香 我轻笑伸手揉她的头 你喜欢就行 能看着她开心的享用 就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幸福 没错 我想要的不过是她幸福 其实陪伴在她身边的是谁 不重要 我这样自我安慰着 转身回头 想去洗澡 可刚走进浴室 就看到了白无常 她坐在浴缸边等我 你说了 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有点害怕 你要带我走吗 能不能再等等 能不能 等我把戒指戴在她的手上 我不想剥夺固兰的生命 可这场婚礼我想要 能白无常一口答应 但你想好 一切都是要交换的 你又下辈子换了你弟弟的命 那么在人间多活几天 该拿圣子来交换呢 我吹头 圣子都行 白无常开心的笑 她旁服就在等待我跳入圈套 好啊 那不如 就让她彻底失忆吧 把有关于你的记忆 全部都抹掉 我惊讶地抬头 发现白无常的眼里 全都是光 她好像在戏弄我 而且非常享受这样的戏弄 她似乎在享受 凡人产生的痛苦 就好像那是她的美酒 好 我点头 我把婚礼提前了 在这个周六的晚上 我可以存在于 人间的最后一个晚上 这两天 我和沈渊一起去拍婚纱照 去的都是顾兰喜欢的地方 我活着的时候 我们两个策划的婚纱照 是在我们校园当中 走过我们所有相遇的路 那时候 她把我们所有相遇过的地方 都罗列在列表上 每一个地点背后 都写着 我们曾经发生过甜蜜 或者争吵 我们翻着过往的旧账 不停地笑 在我的一声声道歉 和以后再也不会了当中 她心满意足 在我怀中睡着 婚礼的前一晚 我们拍完了最后一张婚纱照 拍完已经快要凌晨了 看着时间这样流过 我止不住地心痛害怕 彷復下一秒我就会被这时空吞没 再也见不到再也不能触碰 我紧紧抓住她的手不肯放 她被捏疼 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阿兰 你怎么了 看上去好像不舒服 是不是太累了 我们回家吧 我拽住她的手 陪我去的地方 好不好 神怨很茫然 我去拉着她就跑 与时间近跑 我带着她跑到了我们大学后巷的咖啡厅 这个时间咖啡厅已经打烊了 只有昏黄的路灯 我们停在巷口大口喘息着 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在沈院的记忆中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学校的后护 是在那我们互相交换了姓名和电话 可她不知道在这里我们已经见过 那时候她与我擦肩而过 我正在发传单的 可不知道怎么 从她路过我就不记得我还要发传单了 我的目光一直跟着她走 望着她远向夕阳 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好久 在后来每一次的相遇 都只不过是我的惊心预谋 想着那些过往 我忍不住发笑 笑自己曾那么用心过用心哄这个小猪 可她什么都不知道只会任性 只会欺负我 然后逐渐的就被我宠坏了 阿兰 我们来这里干嘛 她跑累了靠在墙上用手扇风 我给她扣好外套 别觉得现在热就不会着凉 把衣服扣好 她看着我微微的出神 沉默了两久 她抱住我 顾兰 不用再学你哥 就做你自己吧 会爱你的我轻笑 将她紧紧的抱入怀中 前前点头 好我们一定要幸福 她坚定的点头 愣 一定 周六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 亲朋好友们 纷纷前来给我们这一对新人送上祝福 来了不少我们以前的同学和朋友 还有我的大学社友 只是他们 都不太高兴 尽管如此仍旧抢颜欢笑 我很庆幸他们都念着我 没有对沈愿说什么难听话 仍旧对她送上了祝福 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张鹏送上了鲜花 也不顾虑顾兰在这 对她说 永远不要忘记她沈愿试了眼眶 点头 不会忘的 我只是想要重新开始生活 我想 她也想看到我这样 张鹏点头 祝你幸福 就在她要走的时候 我把她叫住 强忍着泪光笑着问道 鹏哥 生活怎么样 还爱打篮球 她摇了摇头道 自从你哥死后 我就不打篮球了 每次都想给她传球 难受婚礼开始了 沈愿穿上了婚纱 挽着她父亲的手走向我 我一点也不惊讶 这一幕 早就无数次的出现过 在我的梦境 我握住她的手 亲身换她 老婆她娇羞的轻笑 低下眼眸 修长的睫毛 掩住了她眼里的神光 就这样 我看着她 泪水将我模糊 我迅速地想要把擦泪擦掉 想要看清她 想深深记住她的模样 可是不管怎么擦都擦不掉 这时候 有一条冰冷的锁链锁住我的手 白屋长道 别擦了 下地狱吧 我回头 忽然看到沈愿在远处 在离我非常远的地方 婚礼还未结束 她与顾兰牵着手 与亲人们敬酒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的难过 甚至多了些许 比以往更胜的幸福 太好了 她一望了 埋在心前的那片阴霾 终于散了 真好 我远远看着她 露出新满一组的微笑 被白屋长推向了云中 没有镜头 晚安